好啦 花了一萬多塊錢買個教訓 現在是我終於找到道路救援 他準備來救我 也還好我離市區不算太遠 那正如你所見 我的車子現在隔在雪地裡面 那為什麼會犯這種蠢事呢 那犯蠢事的原因很簡單 那是因為 我不曉得我的腳底下的雪有多深 因為你從外表上是看不出來 再加上我的車是二輪驅動 沒有辦法後輪帶著走 那現在你可以看得到我的輪子是 現在裡面的 你可以看得到我的輪子是現在裡面的 就知道這雪有多深 好吧 反正已經叫我去道路救援了 五萬多客人也已經付了 就當做 花錢買教訓吧 不然怎麼辦 現在整個雪已經激得這麼厚 我沒有辦法 整個車身都已經卡在雪林堆上面 唉 這也沒辦法的事情 那後輪沒辦法去 我就沒辦法前進了 那下次再開車室 我應該留意一下車的危機 不管是前一台車還是後一台車 你可跟車 不然其實這樣子走真的是蠻危險的 我現在就等我的道路救援來吧 一萬塊錢來做這個道路救援影片 應該算值得吧 畢竟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機會 也希望也不要有這個機會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 這個雪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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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開來的軌跡 這邊開過來都沒有問題 就是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就陷下去了 你不會知道這個雪有多深 我們表面上是看不到的 反正你一開下去的話 你就出不來了 這個我想我不是第一個 他們應該很容易見 那解決方法很簡單 你要有基本的英文溝通能力 打電話給你的車行 說你被雪困住 車行會要你的GPS資料 然後他會聯絡他們合作的脫調的單位 回來 然後脫調的公司會跟你聯絡 然後他會給一個連結 你線上付完款後 他就會派車來接 當然如果你想要更保險的話 建議你要有WhatsApp 會更好一點點 那我就用WhatsApp跟他聯絡上了 然後GPS位置也固定了 然後接下來就等他來派車來救我吧 那待會看情況會怎麼樣吧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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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了 R 不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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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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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车轮 保持车轮 转向右方向 反向 右方向 右方向 非常好 非常好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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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你很高興 我會帶你一點點往後 讓你離開 OK 非常好 現在你放在 PARK PARK 對嗎 對 請等一下 你會這麼好 我會把名字 我會把你的名字 很好 非常好 謝謝 全是好 我會保留你離開 我不會離開 你離開 OK OK 我嘗試 這是你 我會把你 我們也會送你 你提供你的信證 如果你有保證 你和你的卡通 我們會送你 OK 我會回到 我會得到你 如果你離開 我會確定 OK 謝謝 謝謝 非常好 現在我們回到後 我們再做一次 慢一點 不要轉動 因為你會撞到壁 然後你會困難 所以你試著轉 很小心 對 對 對 看 再轉 現在 現在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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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脫困了 文文說的不錯 也講的還蠻清楚的 那我的學到一課了 那現在我想要回去上個廁所 暫時先回家一趟 心情不大好 哈哈哈 好吧 我們回去吧 先去上個廁所吧 待會見了 拜拜